今天我將要來去台中一趟 因為我要 大家也知道你們已經看我簽新車了嘛 那簽完新車之後 勢必要把它fitting成我的身材適合的一個騎乘姿勢 所以今天特別要去台中一個朋友那邊 然後來調整一下我現在 車子的一些設定 讓它更符合我的騎乘狀態 所以 走吧 去台中 GOGO 我們到了 就在後面 這邊就是傳說中台中的CPS 但是我們要先把我們的腳踏車拆下來 然後我剛剛有先跟老闆聊了一下 他叫我只裝前輪就好 所以我們就把腳踏車卸下來 裝好前輪我們就進去吧 嗨 我們已經來到台中的CPS 那我們請Eddie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CPS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嗎 嗨各位大家好 那我們CPS最主要提供三種服務 那第一個包含back fitting 那第二個還包含運動訓練 那最後一個我們還有提供運動防護的部分 我剛剛看到現場其實除了調整之外 還有一些治療床 甚至看起來還有可以供應訓練的地方 是 所以這邊其實還蠻厲害 那我們等一下的 因為我這次還是來fitting我的軟跟腳踏車的設定 那有沒有什麼 等一下我們的流程大概會怎麼這樣設定 看我進來我們CPS的時候 我們大概有幾個流程 好那第一個包含我們有做一個客戶的訪彈 那訪彈的部分就包含我們要知道這個騎乘者過去的騎乘背景 一次想第一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那還是說騎乘上你有什麼不舒適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第一步驟 先訪彈認識一下我今天來的目的 那訪彈大概就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先前往下一個身體服務的部分 OK 那接下來下一個動作我們換成sneco squat 就是單腳可以處理 好來 左邊站一個就好了 好 OK 是不是右邊比較弱 你剛剛在做 你在做雙腳方面就覺得有點硬 射一下不怪人的 我右邊 我右邊是大腿弱 弱邊 好 OK 那你現在可以腳鬆直 然後腳可以跨出去的 比較中低一些些 那實際上你量測出來的腳的長度大概是40 是40然後弱 然後公分數大概是25公分左右 所以其實選鞋不是只有覺得好看 然後平常自己的鞋號就好 應該還要射一下你的足長足快 對 特別是動胖的鞋頭大概 我覺得大概六層 甚至七八層以上可能都是 多數都是比較寬鞋的 慢慢往上 好 前面都跟他講 哇 只是挑芭蕾的嗎 那我現在轉那個腳踏車那邊走 他有機會嗎 非常的機會 這腳好像有點太細 你這種伸三型的感覺 等一下開始提升的時候 開始譬如說他會 他會偵測點跟點之間的一個 角度分別變化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點點線 然後變成回收 對 變成輕力的人被有沒有辦法 好 現在這個坐墊就是 你看前緣這邊是有點比較朝上的 所以也可能是讓哲瑞造成 他在踩它的時候 他的骨骼沒有辦法很正常的往前轉 因為他往前轉的時候 他背部的這個部位就好像有一些壓迫 所以我第一個 我會先把座墊稍微把它去於水平 然後我們再把座墊往上抬 HeadingBug 是調整前啊 我覺得原本就像剛剛AD講的 我的椅子是比較翹起來的 所以我在踩的時候 其實我的屁股一直感覺我是有點像這樣 我被往後推 但我身體還需要把我的重心平衡回來 就往前壓 所以我腳就會像剛剛AD說的 我感覺大部分都是大腿前套來處理 就是腿後側的參與度其實是很少 但是我現在在調整完之後 就我覺得我的下面沒有被頂住之後 其實我的往前踩踏這件事情 就變成不只有前大腿 我連感覺屁股啊 大腿後側 其實都有參與進來 然後也沒有一直被打住我的回音部的地方 所以我就覺得發力的這個慣性是比較直接往下 不會有感覺像是這樣的踩的感覺 所以調整坐墊就差那麼多 OK 那接下來我會讓你去嘗試一下不同長度的容猴 嘗試過100之後 就是比你連線的多1公分之後 你覺得上半身壓力有變多很多 所以我現在會把那個長度再回復到90 回復到你連線的長度再讓你試一試 就這個90的時候我感覺我手 可是就是... 就是橙色這樣 對 然後我可以比較多力 要換屁股跟肚子的位置 OK 手就只有... 其他力度比較小一點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覺得坐墊上面壓力跟把手壓力 是平衡的嗎? 目前不是這樣的感覺嗎? 嗯 我覺得是都... 是接近的 對 都不需要感覺拿一點比較大力 OK 那非常好 好保持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把手寬的部分 你看你會發現他現在的肩線 兩邊的肩線跟他的手的位置來講 他的相對於肩膀 手是寬於肩膀 所以他自己隨便在騎的過程中有發現 他的手背的壓力其實是比較大的 所以理想上我可能也會建議他把那個... 把手把它說成是事實 跟他的肩線是差不多一般的 像我們剛剛這樣測完啊 然後剛剛看到就是我的軌跡 是有一點點會... 內外偏差這樣 可能性除了剛剛講到可能屁股沒力之後 我們還有什麼改變方式嗎? 對 然後還有... 我發現其實有些人可能是因為真的是主體 肌肉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強健之外 他有在做某些動作的時候 他主動很容易會內他 習慣性往內側 對 直接會往內側 讓他主動稍微一點點支撐 讓你在整個下肢在活動的時候 他是比較能夠... 有一些支撐性 然後就把你的系列的軌跡 能夠再更平一些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就是朝這個方向 因為屁股沒有辦法馬上練 但如果鞋墊這件事情 就可以馬上看是不是 這個可以有效的支撐到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有這樣的問題 來CPS也可以在這邊 克制你的鞋墊 或許可以再幫你踩踏過程 能得到更有效的效率喔 感覺做起來很像神 對 對 有一點 再把頭部再踩起來一點點 大概八成左右 就是這樣 有改善 順利看起來是比較好 但是沒有到非常好 你跟現在比較小心掃 把我們剛才吃完啊 所以你覺得現在踏板 在你的腳上面的點 是比較偏向前腳掌的 我剛剛踩的感覺是骨頭可以有東西採 那一開始的時候 骨頭踩不太好 就是那個 最多的那個點 感覺是踩空 右腳內側最會有什麼壓力感 應該不會嗎 右腳不會 不會 但它是外面 現在不會了 然後內側這裡 內側這裡 內側不會有什麼壓力感 OK OK 那我們進行到這邊也大概 在經歷大概一個多小時 在兩秒之間 那目前看哲瑞整體的設定 跟騎乘的表現來講 我其實算是一個 蠻平衡的設定 那哲瑞自己的感覺咧 我覺得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踩起來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最開始少整人是先 剛硬墊 因為我硬墊會一直 太翹 我會往後滑 所以我會覺得我揮音部 是一直被抵住的 那現在的狀況是 我比較可以把力量 放在我的坐骨上面 所以我的揮音部沒有感覺 這麼不適感 那坐起來其實是比較舒適 然後再來是 我剛剛調整到後面 我發現其實我的 因為我原本的右腳 就是比較弱邊 所以我的踩起來其實是 一直都會有 比較不適的感覺 那剛剛看完速度也 其實也是發現 我的穩定度比較不夠在右邊 對 但現在調整完我的那個 扣片位置調整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力量感覺 是可以比較扎實的 我往下踩 就可以感覺到我是有 推進踩到 就是力量出來的感覺 OK 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 就是TheRay的扣片位置 其實是比較腳尖的 當我們在登階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扣片位置 稍微比較偏前的時候 就跟我們在登階的時候 一樣 用比較腳尖的位置 做登階的時候 其實它的穩定度 不是這麼好 那當我們把扣片 稍微往後一點點的時候 你會感覺 在登階就是整個腳的平面 跟地板做一個接觸 身體穩定性 你會相對的比 只用腳尖在做踩它的時候 好上很多 另外一方面 我們用龍頭調整器 將最後的長度 做一個確認 我們會建議 我們用9公分的龍頭 然後把手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縮短 大概變到40的寬度 這個比較符合 在騎車的時候 肩膀的寬度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也建議 TheRay也可以選擇 稍微把手短一點點 Reach短一點點的車把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總結下來 今天的調整算是非常有感 在一開始 其實在還沒有加裝我的客製鞋墊之前 其實我的踩踏感覺 就已經覺得做起來比較舒服 我不會一直覺得有往後滑 然後甚至是我的手離那個靶位很遠 這些小細節的一個不適應 那在看完數據之後 針對我現在的狀況幫我做一個客製鞋墊 那我覺得在有這個鞋墊的支撐之下 其實它踩起來會比較流暢一點 我覺得會踩到東西 對 比較有支撐感之後 我們又進到最後就是在有鞋墊的情況下 我們去針對數據上做調整 那時候看起來是有點不平衡 對 那我們最後是在 我記得是在踏板中間 有加入幾個墊片的調整 然後讓我的位置可以 踩在比較是發力比較輕鬆的位置上 對比較直接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整體調整下來 就對我自己來講 我沒想到就騎個腳踏車 就是上車騎出去就好 沒想到要做這麼多細節上的微調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腳踏車上覺得踩起來非常不適 甚至會踩掉運動傷害的人 就推薦你們可以來 就是在台中西屯區CPS 可以來這邊找我們的AV大大 來幫大家做這個腳踏車上的細節調整 那我也會把這個CPS的官方粉絲專頁連結 翻譯我們的資訊欄下方 如果你有興趣 趕快在下方資訊欄點 進去就可以預約囉 那以上就是我來VTING的過程 那接下來我會陸續推出更多 有關於自行車的一些 我不管去外面騎車 或是在一些裝備上採購的推薦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 - veo我待會之後 - Bye ! -